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给兄弟们看一把 也是我们华山的一个比赛 华山的话 我觉得69级的比赛比我们175的更加精彩一些 关键番的话 还是一个华山四个斯托宁 对面的话也是一个华山四个斯托宁 而且我发现69级一个华山 带四个斯托宁的队伍都喜欢看鸟阵 因为鸟阵可能说没有伤害 但是有速度也不容易被克正 换顺法更 应该换顺法的话应该会 对不对 更那个一些 就是说的话 脸边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番的话一把魔兽之音 脸边的话关键番化身之有意思 那关键番应该会有多一条命 应该会好吃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脸边 飞机 那关键番的话先有一个物理意思 应该有速度的一边 胜率应该会大一些 讲道理 OK 关键番物理一二四 为什么我说有物理一二三四 那对面应该要输啊 就虽然说我没有指挥过 就69级的比赛 那没了 关键番等于说一二三四五 我兄弟们真的 那一二三四五 那还打个交啊 对面除了有一个化身式卡在中间之外 关键番所有的单位速度 全部比对面快 那就等于说关键番下一个坏顺法 那对面的话 除了化身轮动之外 其他的单位得吃五个顺法的单位 就五个顺法的伤害 那这个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下回合关键番换不换 就如果我是指挥的话 哥你马上果断换 真的 跟你磨磨唧唧 对吧 飞完飞机的斯多年 肯定是要换顺法的 好吧 没有飞完的话先飞 对吧 两边伤害感觉差不多 只是关键番速度更快一些 对吧 三下的话两边差不多 OK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关键番会导人呢 因为关键番少少少年把飞机 你看见没有 对吧 关键番 残下面单位比较残 就是少了年把飞机 没有飞出去 就没有用飞机 OK 对关键番带的是个立屁 杀人立屁凯 对面是一个隐功凯 那下回合宝宝不太好拉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宝宝怎么拉自己 先飞 因为关键番的话是一个物理一二处 先飞 看一下这个兄弟怎么拉自己 这个宝宝讲道理的话 这个宝宝应该是一个 就以我对孟宝西游的了解来说的话 那这个宝宝的话肯定是一个归宿 归宿拉化成瓷 化成一瓷 全部飞机 应该是这个局面 好吧 对面也没有地府 清这个宝也清不掉 就没有错的话 肯定是这个宝宝 对吧 肯定是归宿 归宿拉化成 化成一把瓷 一把瓷吃完之后 四个飞机 比赛结束 OK 这个血量的话毋庸置疑 归宿 鉴定完毕 我对面化成没有异数 好吧 对面化成起来偷一把酒 偷完酒换了一把顺法 关键番归宿拉化成 化成偷酒 下一把要瓷 对吧 对面连环鸡 被反正正死 那这个宝宝怎么说 宝宝神诱了 我跟你说 那是对面 我跟你说 这对面是命以该绝 兄弟 这宝宝神诱了 兄弟 宝宝不神诱 关键番输了 关键番我跟你说 关键番只会有失误 第一回合没有 四个飞机开出去 懂了吧 OK 那关键番 一二三四五 这飞机飞过去 毛鸣也没有 四合合 比赛很精彩 喜欢炮哥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 兄弟 不认语 对面 是 不认误